今天這個節目呢 沒有任何金主爸爸贊助了 我們跟對家說 嗨 要再高一點喔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上班是很矮 再怎麼做都是矮的 我們應該商用開場 我們現在每個人先介紹一下 自己的出櫃情況 你先來韋娘先來 我已經跟我媽媽出櫃了 但是我爸爸還不知道 就這樣嗎 沒 那好吧那先來說我的情況吧 我目前是沒有和家裡頭出櫃的 因為他們沒有發現 所以我就沒有出櫃 我初中的時候被發現過一次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現在那麼乖 就會經常帶一些人回家 一些女朋友 沒有 帶也是帶一個吧 儘管我現在沒有出櫃 但是我覺得我爸媽他們心裡 肯定是有點懷疑的 只是不敢去問 並且對我抱著結婚生子的幻想 然後我們現在談一下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 我還沒說我 那你呢 寶寶 那你呢 寶寶 我呢就是前一段時間呢 小紅書被我媽發現了 小紅書發了一些關於我和草草的愛情的文章 然後就流量比較好 就是用小紅書的詞來說 就是報了 報了之後呢 就推送上了我媽的首頁 我媽本來就 真的是推送上你媽的首頁嗎 對 就我媽當時以為是公司給我們安排的 合約夫婦 對 就是她可能覺得公司這樣安排我 我的流量會比較好 其實在她媽發現之前嘛 我們兩個已經商量過了 如果有一天不信真的被她父母發現了 我們要怎麼樣回答 一定要告訴她爸媽 我們是別人安排的 這是一個炒作 並不是真的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她父母肯定是更好接受一點 結果呢 我媽打電話過來問我 真的問我說 你是不是拿拉拉這個事情炒作的時候 我就突然不開心了 然後我就說 不 不是 我是在 為愛 發生 哈哈哈哈哈哈 這反正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說 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個拉拉呢 嗯 對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解答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麼 什麼時候是最適合出櫃的呢 我覺得是你的精神和你的經濟 真正獨立的時候 你才能夠去選擇出櫃 對 雖然我們兩個就是已經經濟獨立挺久的了 就是也沒有說獲得巨大的成功 我們之前給自己訂了一個 物質上的標準 靠自己努力擁有房子 車子 還有就是用自己的錢去出國讀研 把這三件事都真正能完成的時候 再和父母出櫃 嗯 我覺得這個時候是最佳的出櫃時期 因為我們蠻早 就是我們大概在一起兩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意識到 我們遲早是可能需要像父母那邊坦承的嘛 所以我們也在盡早的做出彌補 就比如說我們兩個到現在會給家裡面打錢 雖然家裡面也不缺我們這幾千塊錢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一種誠心 那麼我是如何理解精神上獨不獨立的呢 首先你要懂得為自己的大小事情去做決定 我知道我現在看起來不是那一種懂得為自己做決定的人 因為遇見了他嘛 所以現在很多事情都是他替我決定的 對比如說他染個頭髮 別說了 你怎麼下來 他把頭髮漂完了之後匆匆忙忙的叫我進去 說 我到底要染什麼顏色 你還沒告訴我 天啊 我說那你自己去想 我說要選一個不就好了 他說不要不要 我就是要你幫我選 別那麼誇張喔 就是這樣子 而且聲音就是很難很難的那種 OK現在我神色鎮定 繼續回到剛剛的話題 在父母眼裡面 我從小就是那一種 很喜歡為自己的事情做決定的人 包括我自己選擇初中 自己選擇高中 然後文理課的選擇 以及我大學的選擇 都是我自己做的決定 所以說在父母的眼裡呢 我就是一個比較果斷 然後從小比較獨立的小孩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認為一個人就是思想成熟 真正長大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啊 對於我來說 個人認為成熟的一個標準 就是說你會安排你之後的生活 嗯 不是說你只看到你眼前的收入啊 生活狀態 你就止不於此 而是你要有一個長期的規劃 寶寶 好可愛 寶寶你也來聊聊出櫃 you 你出櫃了嗎寶寶 聊絕育吧 讓她聊聊絕育 好接下來 接下來 現在我要引出下一個問題就是 出櫃對你來說最困難的是什麼地方呢 言講家你先 你先 我觉得最困难的话 其实不是我的父母 我总觉得我会跨过父母那一关 但是他们的朋友 同事 亲戚 对于他们的非议 这一关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在他们那个年代呢 对于拉拉的接受程度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低的 所以说 这一点是最令我觉得困难的 我在这方面的看法 跟她是一致的 当时我们想的就是 一旦我们 就是非常非常独立 很有很有钱 能够把他们带到我们身边 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有点扯远了 还没有说到他妈妈的反应 这一块事上 对吧 对后续 我觉得后续她是最重要的 对对 就是我不是承认 我生啊 然后跟她出会了嘛 她就会用父母的口吻 去跟你讲说 你这条路很难走 将来会受到很多人的启示啊 非议啊 非议啊 然后对你的事业发展也好 对你的人生发展也好 可能都会不利 我跟她讲就是说 起码我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 就是大学四年 我都没有遭受过这样的非议 遭受过这样的启示 当时她和她妈 住在宿舍这边讲电话 然后我就躲到厕所里面 我也不敢听 也不敢问 因为我感觉她妈呢 可能是想要跟她讲一些就是人生的真谛啊 择友方面啊 择偶方面 对 所以我并不想干涉她选择的权利 所以我没有去过多的问她 也没有听这样子 我记得当时我妈问了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她说 她说你和小草可以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假如说你们将来 分别遇到了一个非常爱你们的男孩子 那该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说 那你跟我爸结婚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了你的真爱 那你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我有点杠劲啊 太杠了 杠伟娘 但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问题啊 那还能怎么办啊 那你 不管是你出轨 选择 不管你是选择同性还是异性 你都有可能遇到一个 更爱你的人 一旦我们选择的自己 认定的那个 真正的伴侣之后 很难避免未来会出现 你可能会心动啊 可能想要暧昧的对象 但是你最终你会发现 每一段恋情 她从暧昧到乐恋到最后 比较平淡如水 她们就像是个怪圈一样 永远都是重复的 这种事情 你有经历无数次的可能 但是那个 但是我们选择经历一次就够了 对 但是我们选择经历一次就够了 你再耳心 继续说到你妈 你妈妈然后呢 然后呢 我妈就 她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去反复我 她只是说 用一个她固有的思维 去判断这件事情 所以最后呢 就是我也没有指望着 她一时 一下子 一下子就能接受 那真的不可能 所以呢 我就选择了冷处理 当天晚上聊完了之后 每天我都会 跟她打电话聊一聊 学习呀 生活呀 工作上的事情 转移一下这个话题 就插过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啊 有一次她给我发语音 就说 宝宝呀 干嘛呢 但是不到一分钟 她就撤回了 然后 然后给我发了一句 你在干嘛 然后我就笑了 就我当时 这件事情 让我很想哭 其实 我就觉得不管怎样 她还是非常非常爱我 非常非常关心我的 只是说 她也很想接受这个事实 她也在努力 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她没有办法 不要去逼她 把她逼得太紧 嗯 其实有时候 我会觉得 她这件事情 是蛮幸运的 因为她妈妈的反应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 可能是在一任吧 但是已经比我们 想象中的好很多 在我印象中 她妈妈是很优秀的女性 因为她妈妈就是 我感觉就像一家之主一样 赚了很多钱 然后很喜欢看书 然后她和她妈 经常讲电话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人生的道理啊 我就很喜欢听她妈妈说话 嗯 就是蛮羡慕的 所以说 事情发展到现在 整体是一个良态的 良性的 可能我目前是没有考虑出柜的 这肯定是一个 个人的选择问题 比起让我的父母 去接受我喜欢女生 我直接告诉他们 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这样子 他们肯定会更容易接受一点 你选择隐瞒 或者你选择坦诚相待 这其实并不能决定 你是一个勇敢的 还是弱弱的 弱 弱弱 要不是说 你就是一个弱弱的人 弱弱 弱弱的人 就学这样吧 更多的是 你和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 相处方式决定了 你会如何去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我是南方小城市这边的 出生的小家庭 父母的文化程度其实并不高 我爱他们 他们也很爱我 但是我们之间很少去相互表达情感 我从来不跟他们讲我心里在想什么 他们也从来没有跟我分享过 他们生活上的快乐与忧愁 我和他们之间呢 好像就有一层隔阂一样 我以前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吗 现在我慢慢的意识到了 这真的是一个遗憾 也导致了我现在 一直都不想 不敢向他们出柜的主要原因 当然啊 我肯定会为了让他们去接受 真正的我去做努力 去给他们看一些 这方面的新闻 给他们灌输一下这方面的观念这样子 在出柜这件事情上呢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稍微提到过了 一些建议 对一些建议 你们应该怎么做 就是当父母不同意这件事情呢 你不要选择 不要太极端 不要说什么断绝关系啊 或者是做出一些 伤害自己的行为 因为你选择去做出极端的事情 就侧面反应你 根本是一个不成熟的人 才会做出这种不成熟的事情 这个时候你反而是要冷静下来 表现自己 证明我可以 我的想法 我的决定是深思熟虑的 我不是一时的冲动 对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 还是不要太早向父母出柜 尤其在就是你还用着父母 给你的生活费的时候 跟他们出柜真的是一个很不明智的选择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们可能就一气之下断了你的生活来源 他们也会觉得 你用烙子的钱 你用烙子的钱 你自己的女友 你用烙子的钱 跟你送他恋爱 就父母会感觉到你 你不干正事吧 不干正经事吧 对 对我觉得刚才他说的很对 就是我要把自己和父母 摆在一个对立面上 不管怎么样 他们的出发点可能还是说 为了你好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只是说他们的方式可能有一些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重点是我们今天的凤凰收尾 凤凰收尾收尾 如果时光倒流 你还会选择我吗 不会 哈哈哈哈 用这个烙子掐死你 当然会啊 因为我们是 我们两个是注定相爱的 确实 我真的打了一个格要呕出来了 谢谢大家 观看我们这一期 没有金竹爸爸支持的节目 就是我本来想 如果有金竹爸爸 赞助我们一个麦克风 我摆在这边 也不妨碍我们出这期节目 对不对 拜拜 拜拜